什麼原因開始流浪 就是沒有社會工作啊 就是幾歲之前 你有工作嗎 做什麼樣的工作 開選主管 後來為什麼就是這筆錢 會死掉 出來流浪的原因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扶西北咖啡 中藏 嗨大家好 我是 防谷青年國民女婿 感性型YouTube的郭紹 那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 滑橋中正路上面的 北極潭玄天上地廟 為什麼我們來到這邊呢 現在已經快到中秋節了 有配合上月野關懷協會 然後由我們常美音執行長 他帶領我們 今天有一個非常短新的企劃 前陣子已經有集結發散通知 告訴無家者們說 今天我們要來發送 100多個素漢堡 然後還有我們月星小站 漫古新年做的豆丹 還有柴葉蛋 其實我們是6點半開始 現在才5點半 15左右 然後已經很多無家者在任牌了 那邊有設一個 要讓他們登記 協助就業的一些工作 今天也蠻好奇的 那時候我答給執行長 我說那今天我們大概要準備 多少的份量 他說今天大概會有 100多位的無家者 就看看究竟 光是新北市地區 就有多少無家者 就看下去吧 Go 我好像有在街雲市有遇過你 對對對 對不對 在街雲市常常會去 法會的時候我都去彈琴 哦 是你哦 對啊 嗯 好吃 好吃不怕多 對對對 種 種 種上次啊 會有好棒 我 Evening 在手機 turns 有自動 公活 電車 做未成功 лу weekend collection 時分 到達 抽帳 這個訊息 他們可能沒手機 然後 沒有網路 所以我們就幫他們找工作這樣子 然後也是提供一些補助 那 融 跟經歷,然後幫他們找 或是他們現在想要做什麼工作 比較多都是舉牌跟出工 他們都喜歡張天靈 不然他們沒辦法生 我們就是比較希望他做穩定的月靈的工作 然後我們就會補助他們 希望他們穩定 我們也會評估他的身體狀況 因為有些人他有疾病或癌症 他可能不能搬狀物 或是腳痛 他不能久站 這些都是我們在服務過程會考慮的 今天一位吳家哲大哥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他這幾年流浪的經驗 首先請問一下宋大哥今年幾歲了嗎? 62歲 那你流浪幾年? 三年 三年 然後都是固定在板橋這附近 第一次先去萬寧 萬寧那邊的安置機構 然後才送到關照員 林口 林口的關照員 就是之前私心長那邊的關照員 之前有安置嘛 好像福利也不錯 然後他為什麼後來又出來了 因為我找工作都不行 我就會去拿牌子 工作方面是做不了嗎? 遇到什麼困難? 不是我們做不了 是人家不要我 因為我殘障 腳為什麼會受傷? 腳被人家砍 中午喝完酒 在醫院門口 下來好幾個幫我讓我看 那有補貼嗎? 一個月三千六 所以目前三千六就是你唯一每個月的生活費用 對 那之前在關照員區 管吃管住 他會幫你們找工作 就算聘請你的地方 沒有繼續找你工作 關照員區還是有讓你接住 對 那為什麼? 後來選擇離開 後來因為 關照員幫我收到淡水 收到淡水那邊 對 也是安置機構 對 他那邊因為我們每個人要做運動 因為我之後實在沒有辦法運動 哦 他主要是要幫你復健啊? 我自己感覺復健越來越差 什麼原因? 還是什麼原因? 就是沒有社會工作 五十幾歲之前 你有工作嗎? 我 做什麼樣的工作 退學主管 後來為什麼就是這筆錢 會死掉 出來流浪的原因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對現在的生活 你會後悔嗎? 後悔是當然後悔的 如果現在我們願意來幫助 宋大哥 不管是找到工作或者是去被安置 大哥願意 願意 真的願意 我們會再看怎麼樣去協助宋大哥 不管是找到住的地方 或者是找到工作 謝謝宋大哥 謝謝宋大哥 不能動 他就會幫你安排到別的單位 哦 你是你自己要出來嗎? 對 沒有辦法 我已經做不了 我告訴你 住在那邊跟住關照員是一樣的 他們有專責的社工 有專責的護健師 讓你們做皮膚協助 所以你不住要出來 為的是什麼? 錢可以領吧 可以抓 對不對? 老實說 是這樣 那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過一歲一天 你行動不方便 民眾看到你可憐就通報 我們每天就是要這樣 通報我們就去處理 可是我已經幫你安排最理想的 你想想在關照員住一年多 我幫你很不容易便利 很不容易幫你找到安置機構了 對不對? 好有不住啊 你不覺得這樣 我前面一年多的努力就是白費嗎? 你不可以這樣 我們這麼努力幫你鋪陳 結果你又回到街上 我不是前功盡器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加油 我幫你問問看 問好我會在找你 自然的登牆 有沒有背景不要不屌的 比如說一下 剛剛那位宋大哥 他流浪的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他有藥 他不願意面對 他自己過去的一些事情 那其實社會局在之前 都有去做這些協助 有一些獨家者 不是很願意去接受別人的幫助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做自關啊 或者在做這些獨家者善事的經營團體 遇到的非常大的困難 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被你幫助 新北市現在的街友 很多都是會從北市那邊流過來 就證明一個是新北市 對於街友的福利啊 跟一些政策做得比台北市還要好 甚至造成 上次影片遇到很多 濫用資源啊 然後不懂得感恩的街友 這個系列做過來 我們看到了非常多心情澀澀的獨家者 當然也是也有好的也有壞的 那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會想辦法把它拉回正軌 我們會想辦法把它拉回正軌 我們的搭回正軌 我們偏要轉軌 在20分鐘啊 然後一間 這個很吵 如果你平常我們去新小站 有那麼多人開隊就好 還是要付錢啊 太陽 人頭還有新積寶呀 我也在新積寶 哇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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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準備的量不夠多 因為我不知道會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現在都很想 等一下會去找比較就是長輩 跟比較行動不便的顧家者 然後主動寫發給他們 才不會等一下後面的 如果沒拿到會有不必要的 會有很快 下午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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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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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干不可以吃 豆干不可以吃 我還要吃 這好像是在通過 你慢慢來 我拿,我拿,我拿,我拿 來,我拿,我拿 有些只有蛋哦 拿的比較挑 我們先發光啦 因為我們本來是想說挑一些長者跟行動普遍的人發 可是他們看到別人有拿,他們會回來說他們沒拿到 上次那個跟我們爭執的那個阿大哥 他剛剛拿了兩份 本來我先給他一顆蛋,然後後來說他的怎麼沒豆干 然後我就給他有豆干的,然後我蛋要拿回來 他就把他搶過去 所以各種人都有 但有些我覺得也真的很浪費資源拿來浪費我們的愛心 就算不是吳嘉哲平常身邊也是有這種人 可是吳嘉哲就很像一個小型的社會 各式各樣的人,因為他們個性很激怨 反正都是在做愛心,我們沒有對不起他 我希望這種的以後不要有 因為其實為什麼吳嘉哲皆有污名的話 我覺得都是幾個老鼠死了 然後害他們,其實吳嘉哲很多真的是滿善良的 願意去付出啊,也很愛乾淨啊 然後幫忙掃地也是有的 關於街遊這一塊,吳嘉哲這一塊 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 不管是民營啊,或者是政府 如果有政府的支持,一起去改善 讓社會更安定,讓吳嘉哲減少,加油 今天喔,沒有用活動的形式 用關懷的形式 第一個是疫情 第二個我們想說 上次的活動跟這次的活動算很近 所以我們就用比較方便關懷的方式 可以偷偷問一個問題嗎? 黃包裡面有多少錢? 500 好大手筆喔 通常你看起來很想,很想另一個 我蠻想的 好,你去白菜 但是你要去公園睡兩個月 今天除了黃包,還有什麼漢堡 還有柚子 柚子還有兩個月餅 然後還有黃包今年的豆干跟菜蛋 對,最好吃的東西 今天大豐收 對對對 難怪剛剛六點半開始 五點就全部都悶了 對啊,他們都是這樣 每次活動他們就很雀躍 沒有,我剛剛在說 我剛剛在跟他說 就是剛剛被採訪的時候 然後其實印度很想要有人幫我提詞 然後所以說我剛剛講得還好嗎? 他說還行啊 哈哈 謝謝你們,你們很辛苦 等到你們的恩惠很謝謝了 就跟人家亂,不行啊 他說以後不借我們用 那沒事啊,當運動 哈哈 謝謝 遇到突發狀況 就是剛剛也會領過的 可能是利用他 很像有在領一份啊,幾號 我覺得他把這裡跑了 現在 他就 因為領不到 然後女生就走了 他騎車就走了 他就很累了 那就很累了 他剛剛直接躺在一門上 你的 走之前還幫他叫了警察車跟救護車 我們的海報 交情卡是寫到八點半 其實現在沒什麼人 但他們還是在這邊等 這些有去舉牌子的一些遊民 就是可能有些剛下班啊 八點半以前都有可能會來 我覺得 值得學習 今天防火千年任務也完成了 過了一個非常特殊的中秋節 也在這邊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今天雖然遇到了很多狀況 有好有壞啊 每次做完我就覺得蠻有成就感的 雖然很累 加強了更多的能量 讓我們繼續去做這件事情 選擇要走這條路 不管怎麼樣 我們爬著咬走啦 也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如果喜歡不要吝嗇啦 給我們更多的訂閱 然後幫我們分享 幫我們按讚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謝謝大家 我是防火千年火車 掰掰 謝謝大家